屏東公園一早就相當熱鬧 林務局邀請輔導林產開發的各縣市政府 全國各大專院校 農會以及民間機構 共38個團體 54個攤位 展示其研發產品 活動以市集方式呈現 有別於一般商店看到的量產製品 處處可發現驚奇 是一體成型的線具 然後它就可以變成一個水果里蘭 對 非常的輕巧 然後呢 也具實用性 利用林務設計開發的實用性商品 還真不少 包括造型餐盤 名片夾 手機架 甚至手機音箱 都吸引民眾驻足參觀 桌子 椅子 還有一些玩具 那些都會有 都可以做 所以很棒 多達12種竹木的特色商品 琳瑯滿目 包括有書 伐木 文 創品 木本植物精油 竹編 竹炭 月桃編織 以及貓頭鷹展示等等 還有免費DIY活動 貓頭鷹生態專家劉玉中現場教學 利用桃花新木廢材簡單烙印 就能變身成杯墊 達到保育 以及創意利用的宣傳效果 像這個是我們人工林的廢材 那我們把它切下來 桃花新木 然後只要花個五分鐘 十分鐘 掌握好它的眼神 貓頭很重要的眼神 以及這些的比較銳利的嘴巴 就能夠表達出它的特色 林務局長期推動公司有林經營 以及林產產業輔導 以森林生態系永續經營為概念 推廣中小金木以及竹材 森林副產物等產品 設計開發特色產品 進而發展林地周邊社區 以及農村生態休閒產業 期盼能注入年輕有創造力的能量 達到活化林農產業 增加經濟收益的目的 我們是希望將來能夠 把他們做的這些的產品 藉由這次的展示 是讓大家知道說 原來森林的主副產品 有這麼多頁型多元化的 這樣的方式 那麼也讓大家了解 將來是不是有機會 能夠將它量產 或者是產業化這樣子 林務局進行規劃活動 會中也見證委託工研院 開發出的竹炭高溫均質化技術 授權記轉台灣生態材料 產業發展協會 未來輔導現有的竹炭生產廠 進行竹炭生產等技術 活動精彩 不只吸引民眾熱情參與 縣長潘孟安也趕來支持 肯定林務局 為平地造林所做的努力 是來自各縣市的地方政府 或是各學校機構 非常多的人 把各地大家富裕 保育甚至伐木之後的 相關的文創產品 或再生利用的木製品 得以大家來做一個交流 那今天我們也特別要感謝林務局 在屏東可以說是 這個平地造林全國面積最多 也讓保有我們屏東 優質的好山好水 主辦單位藉由公司有林經營輔導成果站 推廣天然的森林林產品 又可協助林農產業發展 活動10月30號還有一天 民眾能見證相關林產品開發 又可動手體驗各式林產品 而進行完全程林產品的攤位巡礼 及十個章還可以換神秘小禮物 歡迎民眾把握活動時間 前來共享盛聚 評論新聞蔡立華為德偉 采訪報導 請問一下